各位呢,你進到我們簡報第10頁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你手上這個Smart 剛剛呢,你把它打開之後,你會看到就是我們裡面呢 有這些,大概長得像這樣 它上面除了基本的這些,你所謂的腳位,這些洞 它有提供幾個元件,也就是說除了板子的功能 你看,右上角這裡有沒有叫光明電阻 對光過敏的,叫光明電阻 那左上角有一個三色零一燈 另外呢,在左下角,它真的有一個很小的按鈕 很小的按鈕在那裡,所以它除了這個板子本身的功能以外 就是還有多這三個元件 等於你直接不用再插別的就可以用 另外,我們看一下就是你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兩個紅色的 紅色的,這是電源 電源,因為它插的是什麼,USB USB進來,所以它提供兩組電源 一個是3.3,一個是VCC 那VCC就是提供5伏特的電 就是提供5伏特的電 那我可以問一下各位一件事情 你們那個USB啊 USB我們不是都有這個線嗎 除了傳輸資料以外 請問可不可以充電 那我們電腦的USB提供的是幾伏特的電 跟你沒關係,能插能充就好 其實我們電腦提供的就是5伏特的電 就5伏特電而已 所以這個VCC就一樣 因為它進來5伏特 你就沒辦法再增加了嘛 除非你有一個變壓的功能 不然的話,基本上最高進來是5伏特 出去最高就5伏特 好,所以這樣就認識兩個 那順便認識一下這個吧 電池啊 電池,電池 我相信呢,大家這個電池的部分 平常都有在用對不對 好,你看這裡 這兩顆 再加一顆 再加一顆 來,平常各位看到的是 國際牌這種的 這個是所謂的3號電池 請問3號電池提供的是幾伏特的電池 蛤 管它的 電器上說3顆就3顆 2顆就2顆 1顆就1顆 上面有寫耶 我看一下 把GV3號有沒有對焦一下 幾伏特 是不是1.5伏特 有沒有 1.5V啊 所以我們1顆就1.5伏特 2顆就是3伏特 好,所以很多電器它可能 比如說錄音筆啦 或什麼它可能1顆就夠 好,那 但是呢,現在各位應該有注意到 現在夏天的話 有沒有很多人都怎樣 隨身帶一個風扇啊 以前如果你用這一種的 是不是一下就沒電了 所以現在 很多都改用這一種 對不對 外面可能你買一個一百塊 然後裡面就尬著 對不對 這個是不是離電池 這一種也是離電池 那麼這個的話叫做 那個1445 等一下 這個不是 這個才叫14450 因為這個Size 跟我們三套電池有沒有像 有沒有一模一樣 但是呢,它是離電池喔 來,你看一下 請問離電池提供幾伏特 3.7伏特 有沒有,這是14500 是不是提供3.7伏特 咦 我們一般的離電池 請問都提供幾伏特的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這個 這樣看有沒有 來 3.7 有沒有發現 很多裡面不是有這一種嗎 像你手機的 行動電源的 是不是都是3.7伏特 可是它輸出它有加壓 所以就變成5伏特 變5伏特 所以 如果你一般你買的那個行動電源 比較小的話 像我這裡有這種比較小的 像這一種 裡面其實就是一顆這個 那有的比較大就兩顆 還有的就是用這一種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 所以其實我們離電池 它所提供的電壓都是3.7 好,都是3.7 那這個是順便大家剛好可以認識一下 就是那個電池 電池的總類 所以一般這個是最多 因為這是標準Size 然後再來就是跟3號電池一樣的這種 這樣比較清楚了 順便把生活中 你會用到的就順便介紹一下 所以我們在Smart上面 它就提供這兩種電源 兩種電源你可以用 因為有些電 有些元件 它需要怎麼樣 再接出來 接出來 那它需要額外的電 就可以透過這裡來用 那這個地方呢 你還可以看到 有沒有發現有一些 有這個數字的 對不對 其中有幾個比較特別 後面有毛毛蟲 這個我們一般稱作類比角味 那你知道 有類底就有什麼 數位吧 好 就有數位的 那類比角味呢 就類似各位 平常有些 那個夜燈或台燈 是不是可以調整那個亮度 越轉 越亮 越轉 越暗 對不對 那一般呢 沒有的 我們把它稱作數位角味 就是只有0跟1 也就只有開跟關 這樣了解 它就沒有那個程度上的變化 所以 它裡面本身有提供這些角味 讓我們去怎麼樣 去外接 其他更多的元件來用 其中呢 剛剛有提到這三個比較特別 就是有毛毛蟲的 其實它就跟什麼 跟上面這個三色耳機共用 也就是說 你如果有用到這幾個角味 除了可以使用以外 這個燈也會跟著亮 因為它們是共通的 還有哪一個跟它共通的 你看 這裡有一個叫AD AD 它會跟我們光明電子共通 那按鈕呢 它會跟零四這個共通 所以如果說你要完全沒有任何干擾 你就找 它是獨立的這幾個來用就好 那如果你插在這幾個其實也可以用 只是說 它可能相對應的其他元件也會跟著有作用這樣子 這樣了解 好 所以等一下呢 我們就會實際上各位插電試看看 了解一下它連線的一個情形 這樣對我們這個板子有沒有比較有認識的 那這個板子呢 你把它翻過來 把它翻過來 左右兩邊 有沒有 就我們在剛剛上面看到這個角位 它有用貼紙貼住 這個 所以上面應該都有寫 你就比較清楚 像這樣子 好 所以這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吧 來 那等一下呢 你可以先試著查看看 我這裡有幾個行動電源可以借大家先用 其實你插在電腦上也可以 但是呢 你記得 待會呢 你插上去的時候 我們只是借用什麼 電腦的電源 因為它本身 你把它翻過來 後面這個就是Wi-Fi晶片 所以其實它並不是走電腦的網路 也不是走電腦裡面的連線 你只是跟它借電而已 所以今天你用行動電源 用那個都沒有關係 這樣了解嗎 可以齁 好 所以現在呢 我把行動電源先發下去 現在各位都拿到了之後呢 我這邊把它接上去給你看一下 它一開始會這樣子 有沒有 先亮紅燈 開始閃爍 找我們現場的Wi-Fi記憶體台 我前面有準備一台 好 如果有找到了 它就會熄滅 然後亮一下綠燈 又熄滅 這樣了解嗎 好 再看一次喔 當你插上去之後 插上去之後 它會先亮紅燈 然後開始閃爍的時候 就在找我們現場的Wi-Fi基地台 找到了熄滅之後 會再亮一下綠燈 最後的狀態是熄滅的 如果呢 它沒有找到在板子裡面 所設定的那個Wi-Fi基地台的話 它就會一直亮紅燈 所以你從燈號上 左上角這個燈號 就可以知道它到底有沒有連上線 當然沒有插電也是沒有亮的齁 最後應該都是熄滅的 所以你看一下我們簡報第12頁這裡 這裡我就稍微跟各位提醒一下 它的一個連線的狀態 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好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 就跟各位平常 家裡面 你有買過那個 叫做IP分享器吧 家裡的網路要共享出來 你是不是會買一台 那我問一下 你買的那一台 買完回去插電之後就可以用嗎 要不要進去設定一下 要吧 對不對 那所以呢 WebDUNO這個也是一樣 因為你要告訴它 我要怎麼連線出去啊 才能夠連到網際網路 因為它上面沒信牌 是不能自己接四句的 對不對 所以說 它也需要做設定 只是呢 各位我這邊都已經先設定好了 所以你們就不用做那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以後啦 你想要自己買的話 你買回來家裡 好家裡之後呢 你就要做一個這樣的設定 它跟我們一般的 剛剛講的IP分享器一樣 一般IP分享器的設定 是不是192.68.0.1 或1.1.1 還是什麼 1.100 100.1 對不對 它也一樣 你如果連線進去了 你打開你的電腦的 無線網路的連線 你會發現它會有多一台 多一台 它指定的這個名稱 如果你剛買回來 預設的名稱都叫做Smart 假設你是買這塊板子的話 這就是Smart 那你連線進去之後呢 它的密碼 預設都是什麼 金能殺喜國老前輩 好 這是它預設的 那你連線成功 你要找到它的話 它的設定的IP位置 就是192.128.4.1 這個也都是固定的 反正 你打這台 打這個IP 只會連到你自己的而已 所以大家都打一樣的沒有差 都是連你自己的 那你進去裡面之後 就可以去做設定 那它去年呢 有做更新 所以你們連進去 假設你有買 連進去應該會看到的是 這種畫面 它去年更新之後 一個很大的好處就是 一次我可以設定三組 也就是說我今天 我如果在家裡 我可能用家裡的Wi-Fi 那出來外面的 沒有家裡Wi-Fi 我可能透過手機的熱點 對不對 你就把它設定在裡面 這樣子的話呢 它第一個找不到 就找第二個 第二個找不到 就找第三個 你就不用說 糟糕我現在出來 忘記設定 還要連線進去設定 不用那麼麻煩 所以這個是它 就是去年更新 這個任你之後 一個蠻不錯的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一點 那麼WebDuno的官方上 也有這些教學 所以你有興趣 就可以再上去看一下 而且WebDuno 它的這個教學 其實你可以上去看 它就算你沒有來上課 它的教學文件也寫得很清楚 也寫得很清楚 所以你九成以上 自己操作都沒有問題 只有可能某些地方 有些比較特殊 你要注意的 就是要特別留意一下 這樣子